中日战争 明明打了14年 怎么会变成我们讲的8年抗战呢 这当然是历史 而是世界大战 离下很远 有的人记得 年轻人可能不记得 一般讲8年抗战 所以很多人认为打了8年 跟日本打了8年 不是 打了14年 那明明是14年 怎么6年不见 我们变成8年抗战 而在中间就有一些梗 台湾的历史教科书 中国大陆没看过 不知道是不是提到 不能说是蒋介石在打 都提到了 以前台湾历史教科书提到8年抗战 现在历史教科书根本去中国话 可能提都不提了 但是很多电视还是讲背景 也就是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 花了8年时间抵抗日本帝国入侵 所以我们一般就认为 跟日本打了8年 8年抗战 这是很有名的名词 在当时 中国完全不是日本帝国对手 完全不是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 中国没有空军 没空军的话 那就是任人宰割 几乎也没什么海军 不过那时候也动不到什么海军 只有陆军 所以中国一开始没空军 那就是被打 然后你说陆军 可是装备也差很多 顶多就是步枪 机关枪 一些简单的山炮 这些 装甲车都很少 几乎没什么装甲车 没有什么战车 日本是铁骑 不是骑兵 铁骑 就是坦克车一关怎么打 所以二次大战德国为什么往东打 打波兰打捷克 一下就打下来 原来说波兰还在骑马 骑马打仗 一看到坦克车马都下坏了 日本叫装甲兵团 日本叫尸团 一个团可以打中国 打十个尸都没问题 因为机关枪 这个不用讲了 现代化的 当时现代化的大炮很多 有装甲车 坦克车 所以中国完全不是对手 但这种情况之下 人是写下了不少中国人可口可气的感恩故事 什么大刀队 长征之战 还有天独战法 这种大截 这些 成为很多两岸许多电视剧的丰富题材 但早些呢 中国比较不拍 这没办法 就像二次大战 德国不拍 因为二次大战 就是希特 76人家后来被打得很惨 失败 所以德国人就没办法拍 美国人拍 英国人拍 日本也不拍 日本最后输了 输了就不想拍 那台湾就拼命拍 还有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也拍了一些早期 那中国大陆没办法拍 因为跟你共产党没什么关系 有关系 但关系不大 可是你如果问东北的老人 或活在当时中国人 他们可能会说 是十四年 不是八年 讲讲八年抗战 其实是打了十四年 你问东北老人 前面六年是我们收无收那种不算 日本人打过来就开始算 或当时是中国人 也知道 早就打了 不是八年 十四年 十四减八得六 那么就有个问题出现 怎么六年不见了 明明打十四年 怎么说八年抗战 其他六年都不见了 而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文宣 也没有说错 他们说八年抗战了 这是话术嘛 真实的意义就很简单 就是 另外六年我们没有抗战 所以就不算了 就不是抗战了 我是说 我们八年抗战 我们没有抗战 我们算八年 全面六年 是啊 是有打 日本六年前就进来了 我们没有抗战 没有抗战 所以一般现在不能讲八年抗战 要讲 中国抗战战 或讲第二次 中日战争 因为第一次是 家务战争 这就 好比 有人找你打架 你结果打了一个小时 比方 可是你却说 我们打了半小时 你说不对啊 旁边的人看了 你们打一小时 当着举例 那个就打十分钟 打二十分钟 打五分钟随便 人家说 明明打了一个小时 可是你的回答好像很有道理 因为你说 我从回首开始 我抵抗开始 算半小时 前面半小时打我 我没有抵抗 我没有回首 不算 所以这个 可是人家说 明明就你们打了一个小时 你说 我没有 我前面半小时 我没还手 我还手开始 人家头都昏了 这国民政府 当时的国民政府 和国民党历史文宣 对所谓八年抗战 怎么算 从1937年 民国26年 7月7号 叫七七事变 7月7号 或盧口桥事变 开始算 一直到1945年 日本向盟军 以美国为主的盟军 投降 他没有向中国投降 但是表面上还是受降 中国这边叫受降 日本说 我就是输啊 我是输给美国 我没输你中国 要是没有美国 没有两个月子弹的话 那你中国也差不多了 所以国民党是讲说 哎呀 是八年没错 从1937年开始 到1945年 真的是八年抗战 没错 但是实际的状况 当时日本帝国 当时叫帝国 入侵中国 他不是从1937年开始 不是国民党讲的 或国民政府讲的 1937年我们抵抗 而是早就1931年 就开始武力侵华了 那所以你应该从1931 1931年就开始打了 就进入东北了 那你怎么不算 你怎么从 6年以后的1937年才算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么为什么1931年到1937年 7月7号 直接6年就不算了 我说应该打14年嘛 从未只算后面的8年 前面6年都不算了 另外1931年啊 日本打的是东北啊 还没有打到华北 华中华南啊 就东北嘛 因为中国东半部分为 从北到南 东北嘛 华北嘛 华中嘛 华南嘛 然后还有西部嘛 中西部嘛 中西部等等地区啊 所以1931年 日本打的是东北 也就一般称了 关外 关嘛 就是长城嘛 关卡嘛 上海关 巨龙关 什么关嘛 关外 我东三省 我后来也被分为 东九省 最开始是东三省 我东北 所以 日本打的这些地方 他们没有打关内啊 没有打华北 华中华南啊 也没有打北平 上海南京 这牵涉到一个概念了 就中国自古以来 一直到民国啊 就认为东北 都满清人 米真人的地方啊 满清嘛 从关外嘛 从东北过来 那当然满清灭掉以后 变东北啊 所以 传统上观念 就认为东北是满清人的啊 当事实上 也不是啦 后来就是 到了这个 清朝末年啊 到美国村 反关东啊 因为清朝末时期就是 东北啊 关外地方啊 就是不准韩人进来 可是嘛 那时候 关内的华北地区啊 发生了这个 天灾人祸啊 饥荒啊 很多人没饭吃啊 就闯关东啊 就是闯到关外去 圈地啊 就那边地瓜人稀嘛 所以韩人就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就多 所以这个概念下来 就是当时啊 就是 中国啊 所以我就说 日本打的是 关东啊 这个关外 而且那时 蒋介石 并没有实力去控制 东北啊 东北是 东北军 张学良父子啊 张作霖 张学良 这就是跟我 没什么关系啊 就是 这样子一个概念啊 也没有 没有进关嘛 没进关 而且东北军 也不是我们政府军队啊 表面上是 把五色旗降下来啊 换成今天白日 满地红的 中华美国国旗 可是你还 武力还是你的 而且当时 国民政府军队啊 还有东北军啊 这两大势力嘛 国民政府军队 就是蒋介石 一蒋介石为主 还有地方很多军阀嘛 所以那时候 中国是四分五裂 还有东北军啊 就是张家父子的啊 对日本的入侵 完全不抵抗 东北军也不抵抗 照你说你东北军 那时候 张作霖已经死掉了嘛 换你少帅嘛 也不抵抗 那你不抵抗啊 可是中国那时候 委员长啊 偉大 江委员长 也不抵抗 所以 也就没有抗战的作用 没有抗战 我没有抵抗嘛 这不算抗战嘛 我被你打嘛 可是天底下 有没有以下这个道理啊 比如特别强大 入侵到我们家 你入侵到我们的产权嘛 我们要抵抗嘛 要么就被你杀掉 被你抓走嘛 那要抵抗嘛 可是 打到前院 已经进我们大门进来了 到我们前院以前 施和约嘛 打到前院 已经已经进我们的产权了嘛 可是打到前院 不算入侵 不算 要进屋里来 才才入侵 有没有这个道理啊 但问题是啊 东三层老百姓算责中国人 那这已经民国了 已经不是满清了 那东三层老百姓算责中国人 应该也算吧 应该算中国人嘛 为什么需要政府呢 政府就是外交嘛 国防嘛 军事嘛 警察嘛 警察嘛 财政嘛 统一管理嘛 那中国人被欺负了 那你政府要出来嘛 有没有政府说 哦哦 我被打了 比如台湾 你说我屏东 彰化被打了 我不管 要打到台北才算 没什么回事嘛 你打到澎湖打到蓝宇都要算嘛 东北的人民被日本人打得要吃要活 你说日本进来 那肯定杀人放火啊 他 老百姓一定不愿意被他入侵嘛 就开枪了 打人了 就像那个到处 日本那个 要治理台湾 算是满清割让给日本 割台湾不干 就杀人了 杀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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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降为啥 日本这个 中国大陆也是 这个 香港回归 香港人也是一开始不肯 也死了不少人 抗议死了不少人 但是政府居然做事不理 这会面太离谱 东北也是中国人 被日本人入侵 杀了不少人 居然做事不理 这外面太离谱了吧 可是当时的国民政府 跟东北军就这样干的 所以那个 这个仇恨很深 所以东北人 一方面当然是怪日本人 你是外国你干嘛 入侵 第二个就是东北军 东北军 张少帅你爸爸死了 换你了 你怎么不抵抗 第三个 当时中国领导人是 但是蒋介石 你蒋介石 你蒋介石怎么做事不理 就约这三方面 所以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中日战争 或者是 中国抗日战争 中国打了14年 不是8年 但是呢 却分割成两大块 第一块就是不抵抗时期 所以我们讲的8年抗战是第二块 第一块是不抵抗时期 也就是从1931年 918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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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7月7号 这样比较好记 在一百天之内 就占领了整个东北 中国东北 东北很大 所以日本百姓说 花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把你打下来 九位一打 不抵抗 一百天 一百天有没有抵抗 那时候 这个也没高铁什么 那时候还有很多步兵 要用走的 不是每一个都有汽车座 很多要行军走路 你差不多嘛 从东北靠近日本那边 走到最南边的山海关那边 这关内 也差不多要那个时间 所以就几乎是不抵抗 就只一百天内 临行抵抗 因为东北军没有抵抗 就是马战上那些人 小幅度抵抗 可是没有用 整个东北就占领一百天 几乎就是 走到哪里 走到哪里就占领 没有什么抵抗 然后 1932年的3月的时候 日本帝国参谋本部 冠军军就在中国东北里 建立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 叫做满洲国 满洲国就是满清了 恢复满清了 因为他不承认蒋介石 他也不承认东北军 就重新到满洲国 满洲国要皇帝 就找溥仪 要有年号 年号叫什么康德 健康的康 德国的德 所以老东北已经都过世了 像早些年 我在东北有时候跟他们聊康德 老人好高兴 哎呀年轻人啊 你怎么知道是康德 今天啊 我说你当初满洲国什么 老人好高兴 所以东北很多 也许老一辈的 现在没有了 老一辈的 会讲日本话 像台湾有一副 现在活的话 你差不多 将近一百岁 他会讲日本话 第二块才是抗日时期 就是1937年 卢枯桥事变 日本军队 从卢枯桥北平附近的 卢枯桥 北平天津地区 不就华北地区 沦陷 这次才讲八年抗战 终日全面开战 全面嘛 就整个中国嘛 不是只有东北 然后八月的时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 当然蒋介石不是那时候才叫委员长 他1931年就开始叫委员长 他就发表自卫抗战书 所以叫抗战 从那时候开始 发动了松湖会战 然后就开始在面打 然后终于在上海跟周边地区 集战了数个月 打不过 没办法 打得越就死得越惨 包括北平 北平 北平没什么大就拿下来 上海保卫战 南京保卫战 就南京大屠杀 还有武汉保卫战 这三个保卫战死得最惨 所以国民党的军队 对啊 清华部队在里面就损耗非常多 打不过 没办法 还有坦克 还有空军 飞机 打不过 死了很多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南京保卫战 南京失守 日军发动了残决人怀 南京大屠杀 就泄恨 日本军也死了不少 当然没有中国军也死那么多 可是战争就是没有人性 我也死了很多 我进城就屠杀 你不抵抗的话 像北平就没有屠杀 因为北平就几乎不抵抗拿下来 那你抵抗的也凶 所以陈基斯汉也是 陈基斯汉每次要攻一个城的时候 就派代表、派使者就过去讲 两个选择 第一个投降 我一个都不杀 第二个 你要是坦白从关 抗拒从严 你要是抵抗拿下 要是屠权 他就这样 所以他也做到了 这些事就是 你投降了 我一个都不杀 杀的很少 你要是抵抗我就屠权 全部杀掉 当然讲屠权 也不是每个杀掉 有些人就当军纪 当军纪 威安府妓女 有的小孩子 小孩子不杀 还有一些工匠 会盖房子 会雕刻 有很多的 有技术的 也不杀 其他就杀 死满子 打30万人以上 所以日本人也是很奇怪 也不太承认 跑不掉 当时有国际媒体 都报道 很多照片 这些都留下来 身体残障 心理疾病 没有报告 就直接杀掉了 30万人以上 所以南京 我的老家 故乡很倒霉 这老是被杀 除了这一次以外 太平天国 竟然也是杀 郑国藩 郑国犬兄弟 叫郑徒夫 也杀 所以太平天国 杀很多人 到这边也杀 还有其他局势战争 也杀很多 所以南京很倒霉 老是被杀很多人 中国首都 中国就迁到重庆 进行游戟战 就叫培都 中国战是培都 一直到1945年 日本向以美国为主的 盟军投降位置 那当时的日本帝国 为什么在那么早 在八年抗战之前的六年 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 为什么入侵 好好的 你干嘛打我呢 第一个原因 是从更早的 满清末年 八国连续开始 所以他发神经病 像万国宣战 但也没有一万个国家 好像14个国家宣战 但是来了八国 八国也不是一起来的 当然其中日本军队最多 因为离东北 离华北比较近 所以八国联军 结果日本人看出来 你根本不能打吗 还是中国神经兵 离合团 刀枪不入 不如胸膛上放了一个铁板 当然不如铁板拿下就不行 而战争的时候 你也不肯每一个人 带铁板 可以打手打脚打头 看穿了 中国军事武力不值一提 加上日本欠缺自然资源 一直这样 连着中国 当时日本小学 老师就跟小学生 哎呀 你想不想吃啊 这个水分很多 大的梨子啊 苹果啊 小人想吃啊 想吃啊 哪叫东北啊 那东北啊 苹果把梨子吃不完 就这样洗脑 第二个原因 是东北在日俄战争中 获胜 增加军事信息 这是近代 第一次东方国家 打败西方的列强 日本打赢了 所以日本就有信心 明治为心 船船炮利 第三个原因 当然就是东北离日本最近 日本过来打东北嘛 你不会跑去打四川嘛 太远了嘛 加上俄国当时也想染指嘛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画报 就是俄国是 东北虎 用熊啊 俄国熊啊 俄国也比较高大一点 然后日本就东北虎啊 熊跟虎啊 俄国也想染指啊 所以俄国那时候杀了不少东北人 江东六四村惨啊 等六四村都灭掉了 因此大日本帝国决定 啊 先下手为强嘛 而且日战争我唯一的嘛 先下手为强 所以 中日战争是1931年开始啊 从918 而不是从 七七为国小事变啊 918就开始啊 先看一段啊 维基百科的说明啊 这 一下是维基百科了 1931年6月19号 日本参谋本部啊 在东京嘛 制定了 曼蒙问题 解决方刺大纲啊 决定在一年内啊 期待中国东北 就一打一百天就拿下来 这么快 然后不久之后 就命令官农军来执行啊 官农军很厉害呢 官农军啊 陆军省啊 参谋本部 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 到6月的时候 为侵犯中国东北寻找借口 就日本制造嘛 中政商委的事件 然后到7月的时候 日本警察在万宝山的时候 有名啊 屠杀中国农民制造万宝山事件 并山洞朝鲜啊 就是北朝鲜啊 排华 而蒋介石啊 就其实在总司令啊 都用30万兵力啊 对中央数据进行第三处角 你看 蒋介石应该派行队啊 去抵抗日本人不抵抗 去打工匪 第三次围剿 这叫第一次国共战争啊 第一次国共战争是国民党赢了 第二次就兵败如山道 不行被赶到台湾来 那7月的时候 张旭然密电 东北中文委员会啊 内容就是 这个时候啊 如果日本开战 我方必败 知道打不赢啊 可是东北老山 打不赢还是要打啊 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边没有提 就是 那时候中文委员 刚刚结束中文大战 就蒋介石啊 打那个冯玉祥啊 打这个 燕西山啊 打这个 龟军啊 这个 李宗仁这些啊 中文大战 一个打三个 打赢了 而本来是打不赢啊 但是张旭梁 张旭梁这个人就是抢头炒啊 结果蒋介石给了好处啊 那张旭梁就 金瑞部队入关啊 结果 中文大战 一呢啊 可是他军队就在 华北西北那一带啊 所以他们实力不在 所以东北老乡说 你都把金瑞掉进去啊 结果日本一看我们这边 金瑞部队不在就打进来了啊 你军队啊 你就把军队慢慢调回来嘛 所以也没调啊 所以他的秘点就是说 我方必败 因为你军队都不在了嘛 败者日方将向我要求 隔离培管啊 东北将万劫不复 应该避免冲突 以功力为周旋 所以蒋介石那时候跟张旭梁 那时候没有联合国啊 那时候有国际联盟啊 国际联盟也做成彩定啊 就是日本你入侵啊 这是非法的 日本也不理啊 日本也退出联合国际联盟啊 而且美国是提倡国际联盟的 倡导国原始国 可是美国没有加入啊 国会不同意 然后1931年9月的时候 张旭梁从北平发了余电 一个代号 给东北边方长官公司 确实听上一个荣争 与东山省政委员会带出去的张某某 内容就查 现在 据查 我们现在日方对外交建局施警啊 国际上认为日本入侵啊 中国是非法的 应该好好应付一下啊 力求文件啊 对日本人你看重点啊 无论其如何巡视啊 讲 百换就是不管日本怎么对中国东北人 扫杀努力啊 我方误当万方容忍啊 当作没看到 不可以去对抗 以免之事端 希望 希望 赶快密电 我们的属下 大家都照办 就不抵抗嘛 9月的时候 张选又点了一个 这个一个 一个 驴长啊 就说 中日关系现在很严重啊 国军与日军啊 相处去格外谨慎 无论如何挑衅 都应该忍耐啊 不准冲突 以免事端 你看就不抵抗嘛 有点啊 对 这差不多啊 就不抵抗嘛 然后到了 1931年啊 日本关东军制造 叫做 牛条湖事件 攻打 谁要被打赢 中国租军啊 9184.9 真实爆发了 当天的夜里啊 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蛮铁路啊 这个 一段啊 炸毁 并无耻为东北军所为啊 开始进攻啊 沈阳大飞 但是张学良啊 他在北平 张学良啊 你干嘛不回东北呢 东北就是 骂张学良嘛 搞什么东西啊 你人总不回来 不但留在北平不回来 而且严令驻军啊 一个旅长啊 不抵抗啊 日本于是啊 占领沈阳 那是几乎兵不血刃嘛 那东北军在烧帅张学良之下啊 不抵抗啊 那奇奇哈 什么地方啊 黑龙江省啊 东山省啊 全部实行一百天而已啊 那 又过了一年多啊 到了1933年时候 日军进攻上海关 啊 就往官内打 中国守军啊 只应用抵抗啊 啊 结果两周月激战全部殉国啊 啊 日本关东军啊 在山河关啊 又炮击啊 中国守军奋力 还击日本军向战 然后到了1月啊 日军攻险上海关 所以日军加紧襲进啊 官军失恋啊 武藤心义啊 部署三路 侵犯热和 就要打到官内啊 啊 东北军啊 啊 服归受敌啊 然后 退守常人洗风口 所以那时候 大道队队队那时候出来了啊 三月的时候 日和神主席啊 这个人也是 也是 也是叉叉叉啊 这个 唐玉琳啊 扣留军用汽车啊 啊 汽车啊 偷运鸦片 输送天津 然后 金帅领 所属啊 部下 满载私物 前逃 不战 二逃 这个人太糟糕了啊 然后 所以三月的时候 日军一百名 一百二十名 起兵啊 先都不会占领成德 然后 日和各地随之沦陷 日本家 惹合 没有满洲国 就是一百天就 就没了 因此之故啊 东北军的领导人啊 少帅张雪良 被东北老家骂臭头了 甚至认为啊 如果你爸爸 张大帅人活着 东北就不会丢掉 所以 张作霖啊 这个很有骨气的 虽然是老厨啊 也喜欢战争啊 可是他 倒是爱国啊 他在的话 可能就不会丢掉啊 那么 那么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 蒋介石在干嘛 蒋介石 在提倡 先安内 后软外 先把共产党剿灭吧 然后再对日本嘛 这时候不抵抗 这国策 就先搅拼中共和地方红军啊 各局的势力 再凝聚力量抵抗热 但话也没错 那时候 两万五千里长征啊 就是被最热跑两万五千里 不长征啊 他是被征 所以就跟周国凡嘛 明明 屡战屡败 他鼓一些个朝廷的 或是屡败屡战 就话术嘛 讲话的技巧 所以当时真的快把它灭掉啊 然后那时候 有一个将领叫薛悦 很会打 对着抗战后来 打得也很厉害 天禄战法很厉害 脚供也很厉害 所以毛泽东还特别 交代了部将 碰到薛柏林啊 碰到薛悦啊 不要跟他打 可是呢 所以展介石为什么丢掉大陆 会打的啊 但不到自己 那不用啊 找机会修理 而自己的人啊 不会打仗 不会拼命中用 那中国大陆就丢掉了嘛 所以当他的先安内 后让外 跟国内其要的民族主义 总要抗日啊 这个浪潮被盗而斥了 接着到了1936年底的时候啊 就发生了政经中央西安事变 展介石被劫持了 被张学兰杨虎生劫持了 然后就妥协了啊 就是放弃啊 就是放弃啊 这个围攻动 共产党原理计划 改成了 联合中共啊 联合共产党 联合共产党 联合红军啊 白陆军啊 抗日啊 那西安事变 落幕之后啊 接着1937年啊 就没几个月 就爆发著名的 北平路沟桥七七七事变 而江洁市国民政府 就由此开始了 八年抗争 就前面不算我的 前面就是你东北的事情啊 后面这个1937年 才说我的事情啊 就八年抗争啊 所以啊 整体来看 整个中国抗争战 是14年 但前六年可以说 日本啊 并不雪人 一百天就拿下来了 没什么抵抗 零星的抵抗嘛 再让他们少数了 后面八年才是中国政府抗争 而说白花文就说 前六年 我不抵抗 不算 杀的也是东北 也中国人不算 交道没看到 我在教工 或者是东北清革不抵抗 后面八年我抵抗 才是白日抗争 这就胡搞狭搞 历史就是这样子 真实历史是14年 但是文宣 国民党文宣变八年抗争 所以我们讲一个历史的真相 这几家之类的